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根本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所以我读到一个名字 接着你解释 Io-Jung Production Biomast Gasification 是不是自己做轻的东西?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能源的课题 如果大家问中学生、小学生什么叫可载生能源 离不开就是太阳能、水力发电、潮池发电、风力发电 有些人就会认为核能都算 但是有些人就很不喜欢的 就不算核能 然后其实现在市面上都开始有人考虑 就是说用氢气来做原料 来给那些车去用 但是我一直以来 我自己对于这些轻的能源 我是比较保持距离的 第一就是说轻是很容易爆炸 你那个储存很危险 但是其实说你那些石油气的士都可以这么危险 就是爆起上来也很严重 那氢气那个就是你不爆炸 只能爆起也可以很严重 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是说呢 这些氢气我们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地球上面的氢气我们不是靠开彩出来的 因为氢气本身太轻了 自自然而又升走去太空了 所以地球上面的氢气呢 基本上我们一定要靠其他的物理反应 化学反应来去制造它出来的 那譬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有读到 如果我们将那些水去做一个电解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在氢气那里获得一些氢气 于是我们要放一些电能下去 我们就可以获得氢气 所以如果你说我用氢能给车做燃料 我会首先问 弄氢出来的那些燃料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你是要透过由烧天然气 烧石油 烧煤来弄那堆电出来的时候 那我不会认为这个氢能是绿色能源来的 那所以呢 氢能这件事呢 一路我们比较少要留意就是说呢 我们很少留意产生这堆氢气的时候 用不用到那些比较绿色的能源来去产生它 那其中就是说 如果它是用电 电解的水 来去弄氢气的时候 那些电 如果你是由风电 由太阳能 电池到来的时候呢 哦 那就很光正了 那那些你又可再生能源 产生出来的电来帮你去弄氢气 那那些氢气呢 就没有炭足跡了 这样 但是原来呢 仔细些发觉呢 已经有一种呢 其实是已经成熟了的技术 是真正已经混合着呢 就在世界的其他一些比较能源先进的国家呢 是用来做去弄氢气的 那其实就是台长刚刚讲的这种 叫做Bio-mass gasification的技术 来去煮氢气出来 那其实里面那种技术呢 你要用些什么呢 其实就需要用到一些 比如好像芬兰这些国家来说 它就用那些在树林伐木出来的那些下篮那些木的净料 那些靓木就用来去弄家具 弄这样弄这样弄那样 就用来做整式建筑的木材 或者其他的重要一点的用途 那那些下篮东西就用来什么呢 就用来打碎 打成饼 就用来去做这样的燃料 那你说烧木头 烧木头又是好像柴火那样 烧到烏烟瘴气 骚髒那样 那是 如果一种呢 传统燃烧这些这样的自然生态里面的木材呢 不是干净 不是干净的能源来的 它可以再生 但是呢 就是出来呢 你也是把这些氧化炭丢在大气里面的 那原来呢 就已经有人是研发了一个很独特的一种 我会形容一种炆的过程 一种闷烧的过程 它跟我们传统的燃烧过程很不同的 平时我们烧炭烧煤就公开地去烧 点火 着火 有烟出 有烟力出 烧鸡翅 这样出来 整个过程是公开的 但是呢 其实就 我们原来一早已经有一套技术 就是我们将这些这样的木材 再加氧气 而且就是一个氧气 不是太充足的情况之下 再加一些水晶的气下去 放进一个空间里 这样去烤它 去闷烧它 烧到它说是几百度的那种温度 它出来的效果就不是着火 但是在里面呢 就在做一个很闷烧的过程里面 它就会有一种化学上的变化 这种化学变化呢 就是由台长这里展示出来的网页 其中它不是这一页 其实滴下来你会看到它的化学反应 那种方程式 那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它是可以 由这些这样的木材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些 複合的碳水化合物 加上氧气加上水晶气 就会出到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氢气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提煉了氢气出来 那你可能都会说 它照出二氧化碳 但是要记住 因为这个是一个闷烧的过程 它不是公开的 所以你在那堆闷烧出来的气体里面 过滤了那些氢气 剩下来的那堆碳气 就是储藏在那里 就不会自制而移 就不会到处走的了 所以其实这种的闷烧过程 是一种很有效地 控制着碳排放的一种过程 而在这种过程里面 不单只能够将二氧化碳去留住 还可以将那些氢气拿出来 而那些氢气拿出来 我们拿到其他用途 烧完之后也都不担心 它有其他的碳排放出来 所以其实就已经成为一个 已经是被大力发展的一个能源技术 它都是你可以想象到 类似火力发电的东西 但是它就 sorry 不是火力发电 就是它是一种用火力 来去提煉那个氢气的一个过程 然后拿那些氢气 燃烧的能量出来 去做我们的能源 它专是一个提煉氢气的一个厂房 其实就由这个叫biomast gasification 去提煉出来 在这个精神之下 这些氢气 它不是用电解的形式走出来的 它本身是由那个 周围树林里面的树木那里提煉出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很低的 那些碳足跡完全被掌控的一种生物能源 譬如说世界上有什么国家 已经在用这个东西呢 芬兰瑞电 它们已经是大量地使用 在整个国家里面的十几二十百分的能源 产生就是用氢气 而那氢气就是由这种gasification的过程来去产生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你在其他的国家呢 是很不常见的 譬如说你在亚洲很少听这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种技术值得推广 尤其是推广去一些数目 供应不缺乏的国家 如果你有一定的树林的工业 譬如说我们很喜欢买南洋带木头 因为那些木头 热带雨林的木头够漂亮 拿来做家私做树 很大有可为 剩下来的下栏东西 又将它整成为这样的树木材料 但是当然了 你一定要好好控制住树木的砍伐量 你不可以被人任意地砍伐 把所有的树都拿来这样烧 这一件事就很有奈于 在北欧这些国家 它们都是非常多的这些树林 它们也可以在那个树木工业的过程里面 收集到那些下栏的材料 那些下栏的材料 放在用这样的gasification的过程里面 这种气化满烧的过程里面 就获得到大量的氢气 而出后出来是满足到它一个相当不错 说的是两成 甚至乎是四分之一 整个国家的能源供应 所以我会说 对于比如这些北欧国家 或者是森林资源不缺乏的国家来说 去考虑这种这样的气 就是用这种用生物燃料 气化满烧的过程 产生干净的氢气能源 这种这一个手段 其实是对于很多树木资源丰富的国家 是绝对可以考虑的 那他们收集了一些氢气之后是怎样用法的? 那其实当然要把它压缩 然后把它放进去 其实有人已经在想着了 把它整成为可以去推动汽车的内燃机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的 氢气的内燃机 和我们现在用本身汽油的内燃机的设计 和规格一定要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出来的爆炸是数很不同的 你怎样将它的爆炸能量适当地控制 成为一个很顺滑的推进力 其实我们现在有这套这样的技术 但是一定要在中间经历一个重新设计的阶段 到这些氢气能够很便宜 不单只是在金钱上很便宜 而在这个地球选耗上面很便宜 这样来大量生产之后 那这种用氢气发动的内燃机 这种引擎一定会大合其道 那其实会不会将来说 除了电池的车 电力推动的车 就直接说这些轻能推动的车 也都会大合其道呢 那我会觉得对于某一些 氢气能源不缺费的国家来说 那是很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so far我们没有用氢气推动 用氢气做引擎的车 这个香港 我有很微弱的印象 是有一些好像有个巴士 是示范作用的 就是说用氢气出来的巴士 这个真的要臨时 如果有记错 那之后我再补充 但是有些印象 是香港应该是引入一些 是一些无形示范单位 这样的轻能的交通工具 那就是期待着未来更加大的推广 那能不能推广到呢 就很视乎香港引入这个氢能 能不能很有效地引入了 就是会不会是香港自己本身 能够建立到这些 biomast gasification 是利用这种这样的 生物原料气化的技术 产生氢气的这些厂房 能够建立起来 就算它不在香港境内 在我们周围的地方 我们分享这个技术的成果 能不能够做到呢 这个就好看一个地方 它的能源政策是怎样的 除了这个新闻之外 有另外一个就是 和这个神秘之夜call over 究竟是没有外星人呢 你看这些照片里面 那是什么外星人呢 台长你自己的神秘之夜节目 有没有讲过这个东西呢 讲过 是的 我就想你很难不讲的 你讲过这么多神秘之夜 是的 但是当时 譬如你以台长你听过了 大家对于这个 这么小的骨头公仔的来源 相传是怎样的呢 没有的 当然一定是有两派 一派就是所谓believer 一是外星人 另一派就是skeptic 就是怀疑论 那怀疑论也不是怀疑的 其实由哪一道的文化出来 就是找到这件事出来 南美 南美洲 南美洲 因为他们那边很多古灵精怪 譬如说 那些人头头的骨头是拉长了的 这个就无需置疑 因为真的真的有的 那我刚刚看到就有巨人 就是我上出来那个人头是很大的 但是我就有极大的怀疑 那日本那边就有美人鱼的莫乃伊 那最近都拿了去化验 真的拿走去验一些DNA 那上面那一脚是人 下面那一脚是鱼 就是砌出来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的 就是无论就算现在 有些人甚至说科豪役路 讲得这些基因的化验结果 无论你用到传统技术 做个CTX光也好 还是做骨灵的分析也好 遗传基因分析也好 现在你把几样的技术 放在一起出来 很多这些好像很有神秘色彩的东西 就很不幸 就令到大家好像没有了幻想那样 但是因为真的也都有人 对于这个南美出来的 这么特别的一件这样的物件 其实都是文物 我至少说是一个文物 有这么多的传说 那如果它真的来自一个生命的话 我们不妨做一些生命迹象 生命基因讯号的分析 看看我们获得什么资讯 那这个文物本身就只有六寸那么长 就算你一个正常的嬰儿出生 都不会只有六寸那么少 所以你说如果给陈志文猜 我就猜它是一个死胎 一个胚胎 然后为什么它这么小呢 那你其实很容易将它变形 它垃圾垃圾的 根本上就是 甚至乎如果台长你说 有人的头骨特别拉长 这件事甚至乎我会认为 可以后天去做的 你那个嬰儿老鼠还没生起来的时候 你已经将它用布包到它的头的形状 是扎到你想要的形状 让它自己慢慢地生陷 然后它的头骨就是这样的形 就是等于各个道理 就是一个残忍一些版本的扎脚 就不是扎脚 甚至是扎头 扎到它有一个奇形 就是奇一些的形状 这样 这个就是题外话了 现在这个在南美出土的文物 它这么小 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胚胎 那很有趣了 有一个骨 就是对于骨灵的检测 发觉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果 就是说 发觉它的骨头 不像一个 还在妈妈肚里面的胚胎 其实它的骨已经是等于一个六岁的小孩 所以就令到这件整件事更加有神秘色彩 你地球人不可能是这样的 可以出到胚胎那么小 六岁的骨 这个还不是外星人 是吧 那这样我又觉得 哇 如果你支持外星人学书的时候 我又觉得 你又想得很正路 是吧 你这样去否证出来 那我觉得有多好的迹象去支持 但是对于科学家来说 他怎么去尝试丝脉检 有基因层面 那原来很简单 他都是把他骨头里面的基因资讯抽取出来 抽取出来之后 他首先看看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理解到 为什么他的骨灵 和他看到那个大小那么不混合 他的大小 不可能是一个已经成胎出生的一个BB 应该是一个死胎 一个胚胎 但是他里面的骨可以成长得那么快 然后他还要提早出生 就是说是一个流产的胚胎 然后他的形状那么古灵精怪 其实这个就不难解释的 因为他的胚胎那么小 本身胚胎的形状是古灵精怪的 甚至乎就很容易变形的 整个豆腐 里面的骨都还是软的 甚至乎就是 你可以把它变形 然后慢慢放得久才硬回 那么如果他的骨灵是六岁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提早了变硬 那么在这里呢 在我们人类的一些疾病史来说 的确实有记录到 有些人是因为天生的基因变异 他的骨头那种生长 甚至乎老化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那么我们也都在那些病例里面 抽取到里面的基因数据出来 那么我们地球上面是有一些 就是说对于一些 有先天基因变异 令到骨头老化 给别人特别快的一些病例 那个基因的资料库 我们也在那里 我们是辨别到 大约有哪几个的基因 是会是代表着这个人 是比较容易有骨头优先老化 这种这样的先天疾病在那里 那么很有趣 在这个文物上的那种生物基因里面 那里找到 的确实我们吻合到 就是说至少是七组的基因信号 是中了 是显示它是比较有大的机会 关联到 就会出现到这个骨头 特别优先老化的现象 这种先天病在这里 就是说本身这个胚胎 都不要说出生后骨头老化 它未出生骨头已经开始老化了 然后也可能其他的原因 于是乎也都成不了胎 这样就流产了出来 于是乎整个人形都在那里 但是就被很妥善处理去处理了 即是包扎了 甚至不知道它会不会有 有它独有的防腐技术等等 那出之就留下一个禁的形态 而这个形态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健康的形态 它是一个已经是胎死腹中的胚胎 然后就是它有一种先天的基因遗传病 这样就表现了出来 于是乎就是 它应该是由人而生 它的DNA也是人类的DNA 但是它是一个有先天基因遗传病的DNA 在这里最后就解释到 就是说由基因层面解释 它为什么会是那么小 还有为什么它的骨头量出来的骨靈 可以跟我们想象中差那么远 它这个是穆乃伊 但是头颗头颅都是好像我刚才提到 就是拉长了 Anyway 我相信都是一锤定音 就透过基因的化验 就确认到究竟是什么的动物来的 那我们今天就完成了细节 我们待会回来就是科学会 好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